比利米苏第五十一章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死毁灭的风刮起 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 我要打花外邦人来到巴比伦 博扬他 使他的地空虚 在他遭过的日子 他们要周围攻击他 拉弓的要向拉弓的 和冠甲挺身的射箭 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 要灭尽他的全军 他们必在迦勒底人之地被杀 哭倒 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痛 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 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 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 各救自己的性命 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 一同灭亡 因为这是耶和华 报仇的时候 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 手中的金杯 使天下沉醉 万果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 巴比伦忽然轻不毁坏 要为他哀嚎 为止他的疼痛 拿骨香或者可以治好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 他却没有治好 离开他吧 我们个人归回本国 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 达到穷仓 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 来吧 我们可以在西安 报告耶和华 我们神的作为 你们要磨尖的箭头 抓住盾牌 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 将他毁灭 所以激动了米迪亚军王的心 因这是耶和华报仇 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 你们要树立大旗 攻击巴比伦的城墙 要兼顾辽望海 派定所望的设下埋伏 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的居民 所说的话所定的意 他已经做成 住在众水之上 多有财宝的 你的结局到了 你贪婪之量满了 万军之耶和华 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必使敌人充满你 像蟒乍一样 他们必吶喊攻击你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昌 他一发生 空中便有多水激动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横 他造地随雨而闪 从他谱铺中带出风来 个人都成了畜类 毫无知识 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 他所著的偶像 本是虚假的 其中并无气息 都是虚无的 是迷惑人的工作 到追讨的时候 必被除灭 雅各的份不像这些 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 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你是我征战的虎子和打仗的兵器 我要用你打碎列国 用你毁灭列邦 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 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 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 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 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 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处 用你打碎龙夫和他一对牛 用你打碎省长和护省长 耶和华说 我必在你们眼前 报复巴比伦人和迦勒底居民 在西安所行的诸恶 耶和华说 你这些毁灭的山啊 就是毁灭天下的山 我与你反对 我必向你伸手 将你从山沿滚下去 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黄角石 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 你必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要在境内树立大旗 在各国中吹脚 使列国欲被攻击巴比伦 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 拿各国招来攻击他 又派军长来攻击他 使满批上来如满诈 使列国和米迪亚军王 与省长和护省长 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 都预备攻击他 地壁震动而极苦 因耶和华 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 使巴比伦之地荒凉 无人居住 巴比伦的勇士只习征战 藏在尖累之中 他们的勇力衰竭 好像妇女一样 巴比伦的住处由火早起 门栓都折断了 跑步的要彼此相遇 送信的要互相迎接 报告巴比伦王说 臣四方被封取了 渡口被占据了 尾塘被火烧了 兵丁也惊慌了 万军之一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巴比伦臣 好像踹骨的河场 在过片时 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 以色列人说 巴比伦王尼布奖尼沙 他吞灭我 压碎我 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 他像大鱼将我吞下 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 又将我赶出去 西安的居民要说 巴比伦以强暴戴我 损害我的身体 愿这罪归给他 耶路撒冷人要说 愿留我们写的罪 归到迦勒底的居民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为你申冤 为你报仇 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 使他的泉源干涸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 为野狗的住处 令人惊害 失笑 并且无人居住 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 向小狮子吼叫 他们火热的时候 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 使他们沉醉 好叫他们快乐 睡得长叫 永不行起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他们像羊羔 向公民羊和公山羊 下到宰沙之地 四沙克 何竟被攻取 天下所称赞的 何竟被占据 巴比伦在列国中 何竟变为荒场 海水涨起 漫过巴比伦 他被许多海浪遮盖 他的诚意变为荒场 汉地 沙漠无人居住 无人经过之地 我必行华巴比伦的 彼勒 使他土出所吞腾 万民 必不再留归他那里 巴比伦的城墙 也必坍塌了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其中出去 个人拯救自己 躲避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不要轻精胆怯 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胖 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 那年也有风声传来 境内有强暴的是 官长攻击官长 日子将到 我必行华巴比伦雕刻的偶像 他权力必然爆愧 他被杀的人 必在其中扑倒 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 必因巴比伦欢呼 因为 行毁灭的 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 被杀的人扑倒 照样 他权力被杀的人 也必在巴比伦扑倒 你们躲避刀剑的 要快走 不要站住 要在远方纪念 耶和华 心中追想 耶路撒冷 我们听见 路骂就蒙羞 满面惭愧 因为 外邦人进入 耶和华殿的圣所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行华 巴比伦雕刻的偶像 通过受伤的人 必哀哼 巴比伦 虽生到天上 虽使他坚固的高处 更坚固 还有行毁灭的 从我这里 到他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有哀嚎的声音 从巴比伦出来 有大毁灭的响声 从迦勒比人之地发出 因耶和华 使巴比伦变为荒场 使其中的大声灭绝 仇敌仿佛众水 波浪蓬轰 响声已经发出 这是行毁灭的 临到巴比伦 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 他们的功折断了 因为耶和华 是施行报应的神 必定施行报应 君王名为 万君之耶和华的说 我必是巴比伦的首领 智慧人 神长 护神长 和勇士都沉醉 使他们睡了长觉 永步行起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巴比伦宽阔的城墙 必全然倾倒 他高大的城门 必被火焚烧 众民所劳碧的 必自虚空 列国所劳碧的 被火浑烧 他们都必困乏 犹大王 西底迦在位第四年 上巴比伦去的时候 马西亚的孙子 尼利亚的儿子 西来亚与王 同去 西来亚是王宫的大臣 先知耶利米 又话 恢复他 耶利米 将一切要临到 巴比伦的灾祸 就是论到 巴比伦的一切话 写在书上 耶利米对西来亚说 你到了巴比伦 勿要念这书上的话 又说 耶和华啊 你曾论到这地方说 要检除 甚至连人带牲畜 没有在这里居住的 必永远荒凉 你念完了这书 就把一块石头 拴在书上 扔在诱巴拉底河中 说 巴比伦因耶和华 所要降与他的灾祸 必如此沉下去 不再兴起 人民也必困乏 耶利米的话 到此为止 遗憾 专闻 但是 我